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星期MeetSplit的節目 Give me 50 minutes 我是Mark 顧名思義 這個當然是告訴大家 我平時是怎樣用15分鐘之內 做一些簡單又好吃的菜式 今天要教大家的煮就是日式咖喱的樣子 聽到煮咖喱是不是覺得很麻煩很複雜呢 其實過程很簡單 現在就一起看看我怎樣做吧 首先把樣子切成一粒色仔的大小 切完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調味 首先加咖喱粉 我這個咖喱粉是比較濃滋的 是可以令到羊肉更加香 之後就可以加鹽胡椒 拌勻它 醃它大概5-10分鐘 在醃的過程之中可以準備好配菜 我們這次的配菜很簡單 只用了洋蔥和金菇 洋蔥我們會開頭開尾切半之後就去皮 不過在影片裡面我就不小心切開做CME皮 你們就要發現其實這樣會比平時切洋蔥浪浪費時間很多 就是因為一些先後次序的問題會增加了自己的工作量和所花費的時間 所以身為一個廚師是要懂得時間管理 好啦說回正題先啦 切完半之後大概一開六再開三 那我不將洋蔥切到那麼碎 是因為希望可以保留到洋蔥的口感 輪到切金菇 我們一下就切走味 然後開半 那就已經完成了所有配菜的部分 由於這次的重點是方便和快 所以我會一個鍋弄好了 那首先我們開火燒熱了鍋 然後倒入菜油 你們在影片裡面會看到油有泡和蛋油 是因為鍋裡面有水 所以如果觀眾你們在家裡試的時候 記得煮之前要擦乾自己的鍋 那油熱了之後我們就可以放羊肉 我們盡量煎一下它每一面 務求令到羊肉在咖哩裡面都可以保持香口和保持肉汁 那你們會看到即使我不停地搓鍋 羊肉也是不會動的 你們千萬不要覺得它是黏底就攪拌它 其實因為肉的表面還未熟 所以就會有少少黏鍋的情況 只要你放它一會兒 有它自然地煎 當它動到的時候 它的顏色就會很漂亮 當你煎到每一面大概都已經是金黃色的時候 就可以放洋蔥 炒它大概20-30秒 即是當你聞到炒洋蔥的香味的時候 就可以倒水 然後就加入一塊現成的咖哩磚 咖哩磚呢 通常就可以在超級市場和雜貨店一面都買得到 完全是適合一些懶人在家裡自己煮飯吃 好啦 那你看到咖哩磚湯一七七八八的時候 就可以加入金菇 然後攪拌均勻 觀眾看到這裡 可能會問 我這個咖哩會不會煮得太乾身 如果你們是想做到好像日式咖哩飯 那當然要多一點點水分 不過我今次是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小菜 將一些咖哩變成一些憲汁這樣出 所以我會煮得比較乾身一點 令到食材有掛汁就可以了 那拌均勻之後就可以吸蓋焗 吸蓋焗的目的是等食材有時間入味 還有可以煮透一些金菇 大概焗它一至兩分鐘就可以直接拿出去上碟的 其實如果平時是在家裡的話 我根本就不會倒進碟裡 我會直接一個鍋拿出去配飯吃 這樣會更方便 還有自己細小隻碗 大家有興趣就在家裡試一下吧 看完今集之後記得LIKE這條片和Subscribe這個頻道 如果你想到任何菜式想看我怎樣做 又或者對我剛才做的東西 有問題或者意見 就一定要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最後當然要支持我們Instagram 不單可以跟蹤我們最新的動態 而且還有不同channel的食評 不想錯的就馬上follow吧 下一集再見 拜拜